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民政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履职尽责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 新时代、新征程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 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服务保障体系 监督管理体系 社会参与体系 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着力提升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社会事务 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应有贡献 第15次全国民政会议10月25号至26号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充分肯定近年来民政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对做好民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 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 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李强指出 民政事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彰显着社会的良心 坚守着道德的底线 体现着文明的传承 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民政工作水平 把包括困难群众 残疾人等在内的各类群体的切身利益 保障好发展好 形成为实现共同目标 宁心俱立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李强强调 要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做民政工作 确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政策制定上 从群众多元需求出发 增强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 政策执行上 做到政策刚性与工作柔性有机结合 政策反馈上 健全政策评估优化机制 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做民政工作 善于从政治上思考 谋划 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要以深入细致的作风 做民政工作 主动沉到基层一线 把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 增强 见识于细 见识于早的洞察力 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善于在解决群众生活小事中 做好为民爱民的大文章 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做民政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 系统谋划实施民政改革 既要解决好群众眼前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 也要主动谋划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 不断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国务委员慎一琴在讲话中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加强社会组织和区化地名管理 深化殡葬等领域改革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对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吴正龙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 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等参加会议